歡迎大家來到我們持續教育學校的分享點滴的部份 在這裡先介紹一下我們一些分享的點滴 在開始之前 我想跟大家談一談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在說 我們現在有什麼機會呢? 有什麼機遇呢? 以前來說 例如我爸爸媽媽 我阿公 阿婆 阿爺 阿嬤的時候 他就拿水晶球 拿插羅牌 甚至去一個觀音堂抽籤問一下有什麼機遇呢? 但是現在2024年 我們需要不需要這樣做呢? 其實我覺得是不用的 我們有個聰明一點的做法 第一就是什麼? 緊貼時勢 看一下時事 又或者看施政報告 還有一個簡單一點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進來我們SE的網站 因為為什麼 一定會找到最新最快的訊息 而我們的課程方面的話 完全是緊貼著這個時事 緊貼著幫大家達到這個機遇的 在這裡的話 先跟大家看看 我們接下來有什麼機遇呢? 簡單來說的話 可以在這三大領域裡面去考慮一下 例如我們在康體 匯展 和現代金融的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在工作上面的話 和以前就已經很不同了 例如以前方面的話 我們可能一些比較傳統的工作方面的話呢? 現在慢慢的會失眉 又或者有些同學 或者在在有些朋友 做了很多年法國之後的話呢? 就是自己的競爭能力是低了 應該這麼說 少了一些競爭能力的 不如我們換一條跑道 在另一個方法去再去起步 所以變成來說的話 我們在康體方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有 例如是運動教練 又或者是一些康復的治療師 去排大家去選擇的 至於是會展範疇方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有會展助理 做一些策劃 或者管理的工作 至於是現代金融方面的話 當然少不了 就是一些金融分析師 保險從業員等等這些的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個板塊 康體那部份 這張圖 大家看到些什麼? 這個是2023年裡面的話呢 澳門舉辦的一些國際的城市 那我們會看到有些什麼呢? 我們有馬拉松 是不是? 我們會見到這個WTT 國際的一些比恩波賽 我們見到這個世界的網球大師賽 我們會見到這個網球的公開賽 我們都會有這個Snoker 策球 是不是? 名人大師賽 所以我們會見到有這麼多的國際賽事在舉辦著 而且不要忘記 今年2024年的話 我們還會有奧運 我們還會成為澳門是一個全運會的其中一個舉辦的地點 所以絕對是從事這個體育方面的話 是會帶來很多很多的機遇的 那這些機遇的話是要什麼呢? 要充實一下自己先的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為大家準備了一系列的課程了 例如是會有一些的康體的教練 一些的康復的導師 又或者是一些的醫療的治療師等等的 所以大家的話 真的要密切留意著我們的招生日期 那除了是康體之外的話 之前我都說了 有這麼多的國際的盛事在澳門舉辦 那要協調去統籌的話 絕對是不是這麼容易的 所以變成來說的話 我們也準備了一系列的課程 除了上一年在年尾開始的一些活動策劃啊 製作方面的話 我們接下來在2024年方面的話 也都是為大家準備了三個大的比較新的課程的 在會展範疇裡面 包括了這個行銷活動策劃 那大家知道現在呢 我們是叫人買東西的話 就不是買個廣告的 我們就會做一個叫Event Marketing 因為大家有聽過上一年最紅的演唱會是誰呢? Blackpink 是不是啊? Blackpink不是說早了優惠 又或者是買二送一來是出名的 而是出名夠貴 出名受歡迎 那他是做什麼做到這麼受歡迎呢? 其實就是Event Marketing 就是我們這個行銷活動啦 那你想你的活動 你公司的活動 好像做到Backpink 售票受到這麼熱烈的話呢 那就要密切留意我們的開貨時間 另外還有一個MOS的會展助理 這是一個很有系統的 跟我們港澳 對不起 不是港澳 是澳門和廣州的一些專家 一起合作 一起去寫的一本手冊 然後我們跟著這本手冊的話呢 去開展一個課程 令到是有興趣加入會展業的朋友的話呢 很有系統這樣去學懂有關的國門的專業知識 那基本上的話呢 完了這個課程之後的話呢 是真的可以在一個協調方面的工作呢 是幫到一個很大的忙的 也是一個很好的認證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心到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個MOS的證書 是非常非常受到我們的業界的歡迎 也都在國內方面的話有相當的知名度的 那還有就是大型活動的人群管理 那也都會陸續推出 那除了在會展方面的話呢 我們還會有一個重頭戲 就是我們的金融方面啦 那金融課程的話是離不開這個市場學的 那所以我們為了去配合這個金融的課程方面的話呢 我們在上一年的下半年 還有接下來的今年的頭一二三季方面的話呢 我們都會陸續推出很多一些全新的市場方面的課程 那包括了一個叫做當代市場學啦 一些的數碼的營銷方面的 關於剛剛之前Dr. Jenny所說的數碼營銷等等的話呢 我們會配合的話呢 我們都會有這個銷售市場推廣溝通啦 也都有這個數碼世代的消費者行為啦 又或者一些比較全新策劃的管理課程啦等等的 那至於我們的重頭戲呢 就是我們的AFP課程啦 剛剛說了我們澳門是搞現代金融 是不是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們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裡面的話呢 都很希望將澳門的經濟多元化 那其中一個呢就是現代金融 那現代金融方面我們要考證的嘛 因為例如我們從事這個保險協 從事這個銀行業的話呢 我們要跟一些客人去做這個投資方面的話呢 我們是要有這個專業的認證的 那就不可以說是貿貿然去做一個推廣的 那所以變成了來說的話呢 有了這個AFP這個資格方面的話呢 就可以幫到大家去處理到一些日常的業務的工作 那而這個AFP方面的話呢 也都是一個非常之受歡迎的 是國際認可的一個課程啦 那我們在旅遊學院方面的話呢 我們在上一年呢已經是很成功的那樣呢 就拿到這個認可的培訓的教育機構的這個資格 那我們看看這個路程 那我們在上一年方面的話呢 就已經是成為這個AFP資格的 教育課程的認可院校 那以在8月份至11月期間的話呢 我們已經成功了呢 就已經開了第一期的這個AFP的課程的了 那在12月的時候的話呢 我們也都是成功的 我們的同學也都考了一個國際史啦 那現在呢就等著這個成績公佈的 那我在這裡也都是很祝願他們的話呢 就是可以彭程萬里啦 是不是 那成功方面的 可以成功地去掌握到一個財務策劃的方面的專業資格